来 小晓 这两个叔叔找我有事情 你先去屋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姐姐不让你出来 千万不能出来 知道吗 你这世间混得不错呀 怎么 该还钱了吧 今天你还了钱就一直勾销 看着你妈早起的份上 我们来的路费和餐费就免了 我现在没有钱还给你们 我做的是药材生意 都是小本买买 赚的钱 请过我和我弟的生活开销 没有结余的了 要不 我们先把你弟弟带走 等你抽到了钱 再来熟你弟弟 不 不行 你们不能带走我弟弟 我现在没有钱 我也借不到钱 就算你把我弟带走了 我也没有钱还给你们呀 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你长得挺漂亮 身材呢 也不错 不然我给你牵线搭桥 你出来卖的不是有钱还账了吗 臭流氓 你们滚 什么 我们流氓 你欠了钱不还 你才是流氓了 别跟他啰嗦 抓人 你们干吗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去 来人家 救命啊 你们干吗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去 来人家 救命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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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去干什么呢 他 他们跟我生意上有些纠纷 是生意上的纠纷 对对对 生意上的纠纷 那你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李小姐 希望你不要再跑了 你要是再跑 再被我们抓到 我们就对你和你弟弟不客气 说什么呢你 李小姐 还不快走 你要拿来上牢吗 还不快走 走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 是向我来讨债的 你借高利贷吧 我爸离家出走以后 我妈突然出车祸 走了 我倒是没有工作 为了抚养我弟 不得已借了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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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为了躲高利贷 才躲到支点镇上来的 我还不起高利贷 他们就威胁我说 要我去赚小钱 没有办法 我又带着我弟 连夜逃走 我们来这店这几年多了 我们来这店这几年多了 没想到 他们还是找来了 借了多少钱 当时是两万块 现在立场滚立 差不多十多万了 你我在 我帮你想办我凑钱 我帮你管 不 我不能要你的钱 没关系的 我先帮你把这钱还上 要不这钱越过越多的 以后咱们俩好说吗 不用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能要你的钱 账是我欠的 我自己会还 不瞒你说 我现在已经攒了几万块钱了 本来 我是想问高利贷的 只是 我弟的身体不太好 为了一方万一 再说 现在身体上刚有些起色 我也想投点钱在生意上 再过一年 我就能赚够钱了 我相信你 你以后一定会挣很多钱的 但是现在我一定要帮你 因为你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知道你的心情和处境 林响 阿神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别急啊 喜欢吗 喜欢 谢谢哥哥 快玩去吧 去吧 谢谢你 你饿了吧 我给你弄点吃的啊 李霞 哥哥现在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能够完成吗 什么任务 这是一张银行卡 一会儿把它交给姐姐 一定要等我走了以后再那一趟 现在哥哥要告诉你这张卡的地方 回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回来 走 玩去吧 你 喜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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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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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